陛下 就算那庶子犯下滔天大错 但念在霍凶全族的情分上 恳请网开一面 若非灵异做下十恶不赦之事 他怎会动手啊 求陛下开恩 开恩的陛下 弃脑鄙夷是一回事 杀人放火是另一回事 霍夫人再委屈 陵不宜也不能为替母亲暴躯 就失负我 此事天理难容 案件还未查清 左大人便已断定陵将军 是为霍夫人不平才杀人吗 莫非左大人早就清除来龙去脉 袁师郎 你是何意啊 你身为庭卫府官员 莫非要为一个凶手找理由陶醉不成 齐大人 你是廷尉 袁师郎这番偏袒 你管是不管哪 左大人 林不宜所犯的 弑父弄兵 欺颖东宫这些罪名 我们提威府自会一一查证 若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我法王律面前定饶不了他 你们说够了没有 此生自小养在长丘宫 父皇细心栽培 我等手足相待 谁看不出来他将来虔诚似尽 无可限量 他是疯了还是傻了 无故杀死自己的父亲 再让你们这群兴侠眼盲之人声讨他 林不宜是父 人尽皆知 难道还情有可原 林不宜没有是父 左大人如此一阵言辞 可惜第一句话就错了 程氏 林不宜是你未来狼序 你今日莫不是为他说情而来 林不宜何事干不出来 当初为了你 才打上我们御史台 左大人是深怕别人不知你邪思报复 才会一直提醒我们 你在御史台挨打之事 你 陛下程氏案发之日 与林不宜在一处 请陛下将他一同收监审问 你刚才说什么 你为何说 此生并未是父 回禀陛下 林毅并非是此生身父 此生的身父 乃是霍冲将军 什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此生乃是霍冲将军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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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不知道 霍冲将能不知道 陛下 这些年此生无法侍奉在霍夫人膝下 陛下可知其中原有 那陛下觉得此生长得 与承阳侯像吗 此生长得确实不像承阳侯 更像霍冲将军 更像霍将军 陛下 陛下 躲开 来 你接着说 说 霍将军之子霍无伤 对杏仁过敏 但林毅之子林不宜 却最爱吃杏仁膏 那日霍夫人准备了杏仁膏 来来来 我 子生退居不得 便吃下了 当夜全身起疹子 高烧不退 从那日起 臣女心中隐隐猜测 直到承阳侯授颜 她心口告诉臣女 她是已是霍侯之子 霍无伤 陛下 林毅才是导致孤沉沉破 是霍将军惨死的罪魁祸首 子生做了这一切 只是为父报仇雪恨 那君华 他 崔侯还记得 霍夫人临走的时候 说了什么 不要忘记 我们的仇 阿里啊 阿母来找你了 单凭你们支言片语 就想定承阳侯的罪 可有证据啊 左大人既然要证据 那不如尽快将陵不宜 从山崖下救上来 如是如非 一审便知 即便把她救上来 那她说的就是实话了 我如今倒是知道子生的苦衷 她非但没有承阳侯通敌的证据 如今连自己是何人之子 也无法证明 承阳侯死了 是死无对阵 承阳侯活着 也可以口咬定 她就是子生身负 子生亦是百口莫辩 陛下 子生当真是走投无路 才会出此下策 凡事要凭证据 这话从成娘子口中说出来 好似我等蛮不讲理了 就是你不讲道理 左大人如此咄咄逼人 企图将罪名全部扣在子生身上 究竟是为了泄风 父皇还是为了宫礼 自己性命清楚 你睡口喷人 住口 左大人 你究竟是御史还是长蛇妇 父皇还在殿上 你在此一直喋喋不休 是想弃君吗 你们都说够了没 她是阿吏 她是阿证 朕 自有法子来证明 阿证小的时候 朕曾经见过她 她的身上 有一个特殊的太极 是一个小小的虎头 却有三只耳朵 在子生的护腰下面 半寸之处 此生高烧身 趁您为她擦拭身子事 曾见到苦 没错 就是那个三儿虎头 快 快派人去 把那个树子 从山崖底下抬上来 好好好 带上几个衣锅一块过去 还有高粱 这个树子 已经两日没进米水了 好 御神 待她回来 朕定要把她捉到她父亲的灵前 通走一通啊 她是鬼迷的惊叫啊 有什么事情 说不清楚啊 非要听而走险吗 陛下 林武夷身上 还背着私窃太子殿下虎符 撕掉兵族之罪 你 想让朕 去替阿朕抵罪 你就心满意足了吗 连同承娘子一起 杀无杀 是 三殿下 有什么事儿 等我救完子慎回来再说 当心救援之时 有人出手加害子慎 那日左将军一路追杀子慎 期间不曾想过要劝降 更是把她逼到了山崖之处 直接下令放箭 若非如此 她也不会跃下山崖 我明白了 如果她们有二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 今日之时 真是多谢你了 待子慎回来的时候 我一定让她给你行大礼赔罪 放心吧 子慎那样深爱于你 以后一定会对你言听计从的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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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